我的大学是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有人知道吗 知道 知道 都听过这个段子是吧 没有 那你怎么知道这个大学的 湖南人 湖南吗 你是湖南的 你觉得这是个好大学吗 我觉得还行是吧 你觉得还行是吧 有 liar 我告诉你 一个大学名字超过四个字 肯定不是什么好大学 我告诉你 湖南的大学好大学有哪几个 湖南大学 中南大学 对 然后中南林业科技 你就不让我后听了 肯定不是 我每次介绍大学的事 总会有人问我说 你是林业大学的 我说对呀 来你告诉我 这是个什么树 我说我大学专业学的日语 那你告诉我 这个树的日语名字是什么 是不是总有这样的人 是吧 因为我是因为喜欢学语 我才报道这个日语专业 当时大学开课前 我就特别的向往 要开什么样的课程 没想到第一周 我们就开了一门课 叫日式英语 我们认真的学习 日本人怎么讲英语 因为他们完全是另外一套体系 从ABCD的翻译开始学习 你们也许不知道 ABC 你们知道它R怎么发吗 R L是L M是M N是N 就完全另外一套体系 请了一个日本留学生过来 跟我们进行日式英语的对话 见到我们 Good morning My name is Yamada I have a father Mada Brother in my family 我说你喜欢什么运动啊 I like playing basketball 你喜欢篮球是吧 那你喜欢哪个篮球明星啊 Michael Joe的 我日语学的怎么样 你们不知道 但你们可以发现 我日式英语学的 我们当时有点特殊的现象是 和两个韩国的留学生 他们报了日语的选修课 跟我们一块学 然后韩国人学日语 就比我们中国人学的快 因为他们语法比较像 但是越像的语言 就越容易受到母语的影响 那韩语本来就是一个 辨识度很高的语言 对吧 我就是很客气的说 辨识度很高 但是我们上课的时候 经常要进行角色扮演 来你们两位来 把这段课文来对话演一下 两个韩国留学生上去 哦 默契さん 这是日语 我已经做了很高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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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礼照 礼节特别多 见面经常打招呼要 就经常要鞠躬点头 我说老师呀 我们中国人见面是不是也点头 这件挺好的 我们只不过方向不一样 我觉得我们更有自信一点 这日本人确实很讲礼貌 他们的敬语特别办 大家都知道敬语就是 敬语就是另外一个语言 一个词的尊敬的说法 比方说我们中文也有比较少 在你和您的句 就这样 他们不一样 动词也都有敬语 自己吃饭和父亲吃饭 长辈吃饭 再换一个词 所以我有时候在日本 我就假装自己不会治愈 各位你要为什么 因为他们面对客户 一定要讲敬语 敬语一般都比较长 然后比方说我去店里面 我说你能刷一年卡吗 他如果不能刷的话 他就进入了一种敬语模式 超级抱歉的 然后把他那一套话术 应对这个场合的那一套话 说出来 就跟你直译一下 就说 非常的抱歉 客人大人 桂卡在币店 暂时不能使用 如果你能选择使用 现金的话 对我们家是莫大的帮助 给您带来的麻烦性情练 就很麻烦 或者说就这样 No, no, no No Japanese English, please 然后就超级简单 Oh, casually 请用现金 请用现金 日本人跟我们中国人一样 说英语的时候 特别死心眼 说不出一个完整的训练 你 对 对 谢谢大家